那誰誰 我讓你給我燙的衣服呢 燙好了沒有啊 我馬上就燙好了 怎麼那麼急急的 這麼慢呢 對不起 不知道我們這邊人等著穿呢 快點 這一件燙好了可以嗎 孫小桃 你剛到嗎 還沒化妝吧 還沒呢 如果我的部分拍完了 它還沒有做 怎麼辦 我的衣服還沒燙好 沒事沒事 我去幫你準備啊 夠不退 我跟你說 我剛開始也非常討厭這個造型師 但是你千萬不要得罪他 得罪造型師的後果很可怕 我都不敢想像 我第一次做造型師什麼樣 我知道了 謝謝你 那你快去做造型吧 加油 一會兒見 你看夠了沒啊 花痴 還不去化妝 那個誰誰誰在等你呢 來 看這裏 非常好 保持 這人就誰呀 長得還挺正的 長得還挺正的 十年前就被我看中了 眼光還不錯吧 不錯 我們往後靠一點 別讓他發心我們在看他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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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頭 還怕人看呢 他還真怕人看 來 看鏡頭 沒想到 你還挺受歡迎的嘛 別讓閒展 她 latter 不是這個感覺 我要的是默契感 情侶之間的默契感 好嗎 情侶 不是 不是这个 你这个怎么这么像个粉丝啊 跑子来 放松 来 喂喂喂 手放哪儿呢 摟那么紧干什么 好 来 很好 很好 保持 我想不能够 现在还可以 我来说 我来说 你看对了 也就是 我来说 偷袭我之前的套路 为什么我做这种动作 你反而没反应呢 别打扰我 看镜头 看镜头 你在跟我说话吗 没有 没有 我就是刚刚赶到耳边有一只蚊子 你说谁是蚊子 你别捣乱了 怎么回事 刚才还不错呢 你得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状态 难道单人赵再来一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好 来 来个侧面啊 不错 你知道杜晓峰半天多少钱吗 他一小时三万 你耽误的时间值那么多钱吗 所以我才想好好练习啊 没天分就是没天分 别费事了 我来 我 我 小涛 喝点水吧 没事 少现银齐 别以为谁都吃这套 好 一起拍一个啊 来 合一个 来 表情再放松一点 保持 非常不错 完美 来 眼神再给我点啊 好了 来拍下一组合照 小涛 你好棒啊 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 要不然你以为我是谁啊 谁啊 不近日是 有什么未来的 哦 我让你玩 我让你玩 你玩也不玩 我让你玩 许媳姐 来 我让你玩 我给你玩 我要 我给你玩 我都不玩 我还不玩 我都不玩 你又不玩 我这就有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上次来找杜老师拍片 被您放了鸽子 下次可要帮我拍大片 补偿我 跟我的助理再约一下时间吧 好的 毅然 我来探杜老师的班 没想到你也在 这么久不见 你也不联系我 最近工作有点忙 我先工作去了 那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加油 好了 来拍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还需要多久啊 我再次去呢 不上次来 我先在这儿 他也不用用了 我只能看 你不太太 那儿 我先用很难 我们先用这个带路 我先用这个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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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准备 好 不错啊 杜老师 我觉得我们竟然是拍情侣照 我穿她衬衣会不会比较好些 画面敢有 试一下 是你自便呢 还是我来呢 我自己来 自己来 你别这样 你还以为我能让你占到便宜啊 想得美 喂 好 不错啊 脸再脆一点 对 再靠近一些 非常好啊 江浩出车祸那天 是不是看见她了 师父 别坐了 你 你说什么 这么害怕干什么 小桃 学长好 小桃 我问你啊 你会弹吉他吗 不会 那你会弹钢琴吗 不会 都不会啊 那你知道我不会什么吗 不知道 我不会 学长 离开你 跟我在一起吧 不行 不要 学长 你现在严重耽误了我的学习时间 我得先走了 我是学校风云人物 那是你的事 我们可以试试看嘛 不行 试试看嘛 小桃 好 刚刚被你看到了 好巧啊 学长 我就是你打球的样子 可帅啊 你喜欢我 我可以跟你一起自习吗 跟你自习 我是年纪第一名 我成绩特别好 你不会的 我都可以托到你 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并进的 对不起 我只跟漂亮女孩一起 至少要像孙小桃那样的水准吧 等你成为全校帝国 做生的水准 我当然看了 好 好 所以你需要 好 我可能是美女 我摸下我 最重要的 鸡男鸡 我会成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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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你是赵石导演新片的女主角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你好 我是苏远晴 也不知道你叫什么 不会吧 我可是跟周亦然演对手戏的 你们好像是最好的朋友 不是吗 好像有点印象 但因为你是新人 也没什么作品 气不太重 不过没关系 只要努力 可能 会有点机会的 谢谢远晴姐 如果我早一天给你拿到金像奖 你可别哭 我先走了 拜拜 你要是把你这点眼睛 用到电影里 早就得影后了吧 好 哪位 不露公司的新项目 进行得怎么样了 谢谢苏小姐关心 一切顺利啊 你在江浩的遗体告别会上 来宣传新片 真是一次机会都不放过 而且 连人家主角的名字都没有 你还有事吗 没事我惯了 你这么努力地宣传新片 看来这个项目 并不轻松啊 轻松 轻松的话应该去度假 这对工作来说是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说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的项目更轻松 不对 是更成功 下手 开拆干什么呀 快 小 小 小姐 你 你要喝什么咖啡 我想要一杯 现榨的橙汁 8 金刚才 冯的眼睛 看看 我的声音 镜子怎么那么短呢 你 你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女人啊 就应该好好发挥自己的魅力 你应该听我的 多穿一些性感的衣服 好好利用自己的身体 不然你一点心力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问我的意愿 随意控制我 我是在解救你啊 解救我 你随意问我是解救我 那可是我 初吻 你知不知道 初吻对一个女孩有多重要 你又没有感觉 况且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了 干嘛这种反应 你知不知道女孩对初吻是有期待的 如果你再敢这样变态的话 我就杀了你 你以后不许再抢问我 你听明白没有 好 接着 这吧 以后不强迫总行了吧 这个变态狂 逼什么乱用人家的身体啊 都怪那个江浩 害我这么奇怪 有多奇怪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真是漂亮 你疯了 是这个意思吗 芝芝 你做得太好了 下次我要是又看起来很奇怪的话 一定要打醒我 没问题没问题 不过这样真的可以治好你的梦游吗 毕竟打在你身体 痛在我心啊小宝贝 其实还是痛在我身上啊 那我以后不打了不打了 不行 不打不是中国人 好 狠狠地打 孙小桃 算你狠 你说他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 这是杜小枫让我摆的造型 这简直是粉丝的终极福利 依然也太帅了吧 我 现在是工作时间 孙小桃 麦吉 欧阳先生 欧阳先生今天不在 可是 是他约我过来的 从今天起 你的工作有点变动 跟我来 没想到公司还有这种地方 就是这里了 好 谢谢 大牌经纪人 什么鬼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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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欧阳先生 让我来找你的 太好了 我等你很久了 那个 这 这是我名片 谢谢 我是经纪人 叫我老送就行了 走走走 对了 那个 欧阳跟你说 你电影没街胡了吗 街胡 没关系啊 这种事情很正常 你是新人嘛 慢慢就会奇怪呢 那我能问一下 女主角换成谁了吗 我 苏远青 她不是推了吗 这不像她的作风啊 不过好在你有我呀 我跟你说啊 一切我都帮你安排好了 你今天晚上就有工作了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通告了 今天晚上 这么快 我没做好准备 我什么都不会啊 这这这这 还要什么准备啊 人去就好了 这傻丫头 以后跟着我老宋一切都可以 包在我身上啊 来 走 千万别去啊 肯定是那些 无聊的节目 掉身价的 喂 别去 走走走走 孙小桃 千万别去啊 喂 宋哥 宋哥你干嘛 你赶紧的 这一天哪 要用力认真 知道吗 要真牛起来啊 有什么 赶紧的 赶紧的 好嘞 来 把他送哪儿 我吃过晚饭了 不过谢谢 谁让你吃晚饭呢 你一会儿拿这个葱 在舞台上 跳那个甩葱舞 我还不能面对观众呢 我没做好行李准备 谁让你去面对观众啊 来 继续 快点 我不会跳舞 快快快 你怎么笨手笨条的呀 别被砸到啊 别被砸到啊 要不自然 要不自然 就挺有意的 不自然 不自然 其实都想要 很不全 起来 不自然 有什么 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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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炼推 这一件事 事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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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ing 这是今天的通告费 你签收一下 头都痛了 你们做明星 这么辛苦啊 当然不是啊 你马上告诉他 这种通告以后不要再发你了 把它开除掉 以后呢 让我帮你安排 包你一年内成为红星 一年 我还要给你代一年 太受不了了 小头 怎么样 不错吧 我告诉你啊 下个通告还是一样 什么都不用准备 你人到了就行了 跟着宋哥 你的通告接不完 你知道吗 宋哥 我刚刚才来公司 对表演什么的 也不是很清楚 我能不能先参加 一些公司培训什么的呀 培训 培训有个屁用 那都是职上谈兵 知道吗 我们这个叫实战 实战出来的东西 才是最扎实的 啥丫头 不要听他说 总之 这种通告不要接 其他的 我来搞定 签了约呢 你也不能挑三签四 你都跟公司签约了 是不是 如果你不听公司的安排 那对不起 就得赔钱 赔违约金呢 你不是说有办法吗 只要我找回了我的身体 多少违约金 我都可以负他 那不是等我没有办法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今天这个节目啊 可能是有点露 不太像样 但是你放心 下一个通告 下一个通告绝对不一样 下一个通告 是口面子来的啊 是综艺节目 在一个活动上 半熊 你自己考虑清楚 要么接 要么赔钱啊 你考虑好了通知我 我也很忙的啊 对不起了 对了 那个今天这个通告 只能算练习 因为你没经验 所以不能算你收入 好吗 拜拜 这这 他肯定是黑你的钱 我说你啊 你要接通告 也要接个有对白的吧 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才能说出对白 这就是你的录音棚啊 我大学学姐 是这里的录音师 我大学的时候 还参加过配音社团呢 我其实本来瞒着妈妈 投了简历 想做一个配音演员的 没想到面试那天 比较倒霉 来了参观的人 你也知道 人太多 我没办法的 其实 你的声音表现力很好的 我在冲绳的时候 就想问你 你的失语症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告诉我的话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我也记不清了 或许 只是小时候一个阴影吧 也有可能 只是一个清晰的噩梦 我想吃一个冰淇淋 小桃乖啊 爸爸现在就帮你去买冰淇淋 嗯 你可不要走开啊 爸爸马上就回来 乖啊 好 妈妈 无论如何都叫不走我 很多人都看着你 直到我再去医院 真的看见了爸爸 才知道 他再也回不来了 好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故事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直接 快乐结束的戏吗 有一个人 在没有人认识我的时候 已经默默支持我了 给我鼓励 给我加油 他相信我 一定可以成为很棒的演员 他也相信我 一定可以幸福的 但有一天我红了 他却因为 脑部受伤 除了电视里的我 任何人都不认识了 我笑 他也笑 我哭 他也跟着哭 他是我第一个粉丝 所以 你才直接 快乐结束的剧本 没想到 你是一个这么善良的人 你还真的相信啊 我接戏就是因为我乐意啊 哪有什么那么多苦情的原因啊 我发现 你真的是一个不愿意表达 自己感情的人 你是觉得那样 会让自己显得很软弱吗 其实你也会难过 也会伤心 也会有脆弱的一面 江浩 你不用每时每刻 都做一个无懈可击的大明星 你说得可轻巧 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脆弱 因为你不知道 他会不会转身 就投诉你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捅你的 大家都在看着你的笑话 等着机会把你拉下来 在我们这一行 要做的 就是要小心 再小心 让自己无懈可击 然后等着 等什么 等着自己不哄的那天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天会来的 所以心里 就不断地祈求 希望这一天 永远不是明点 比起电视上 杂志上 那个完美的江浩 我更喜欢 现在的 像一个普通人的你 因为 真实 我喜欢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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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 喜欢什么 你躲什么呀 不能让我偶像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一个道具 他们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呀 那也不行 我为了 周亦然 你想唱歌 谁给你买单 我告诉你 你不参加综艺节目增加曝光度 即便你发了片也不会有人听 即便你发了片也没人听你的歌 签约的时候 你不是这么说的 签约的时候 周亦然你什么时候开始 和我谈条件了 好好好 我告诉你 这个时代 观众是善忘的 如果你不按照公司的计划 一步一步地走 我向你保证 不出一个月 没人会记得你是谁 你 动着熊了 没有 你 拿着 这个 是嫁给百万明星的企划书 按道理你不需要看 但你是我的艺人 我尊重你 你最好给我好好看 拿出最好的状态 我能说不需要你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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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收拾你了 我请你记住你是谁 我是谁 欧阳静走了 真的 我勘察过了 周一燃现在很难过 你赶快去安慰她吧 这边 好 好 等一下 记得趁机套出真相 好吗 好 加油 真的 好蠢 谁 你是谁啊 好 好 超 小桃 怎么是你呀 你为什么见我就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投听的 孙小桃 你不要老是用这种老梗 来勾引男人好不好 小桃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有勇气 明明想做音乐 却被现实冲昏了头 想找一条捷径 没想到那个捷径 根本达不到我想去的地方 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只是奋不顾身 不顾一切这条路可走 你这么有才华 又有这么多粉丝 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忘初心 一定会走到你想去 不愿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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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不愿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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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不过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一般人嘛 没先问自己身体的事 却先问周一燃喜不喜欢小桃 教好吧教好 你有问题 梦到谁了 笑得一点都不矜持 不对 教好 你不会是爱上这个女人了吧 怎么可能 这个女人明明是周一燃的粉丝 我怎么会喜欢那小子的暖丝 那还不丢脸死啊 太丢脸了 我还疼错了 节目开始录了 已经录完了 录完了 我怎么睡着了 你怎么没叫我啊 因为你问题太多 你 干嘛 你指示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啊 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未经允许 禁止控制 我遇见你已经够倒霉了 而且我也说过了会帮忙 为什么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呢 而且 这次 还是在周一燃面前 你小气什么 不就拥有你的身体吗 你真的以为我想留在你身边啊 我不想留在我身边 你就消失 消失就消失 谁怕谁 还要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苏晓涛 你对我做了什么 屏幕 好像坏了 有人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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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在 有没有人在 孙小桃 你就随随便便在网络上找了一家玩具店 你知道这只电子机 维系维系着多少届的最受欢迎男演员吗 那你觉得 那种只卖PS4的高级商场 能修你这种十几年前的电子宠物吗 我不是电子宠物 那你是什么 我说你这个小姑娘啊 你大吵难道什么呀 吵死了 老板 我的机坏了 什么机啊 电子机 电子机你少说了 老板 求求你了 拜托 拜托 这东西也太老了吧 一定要修好 这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算个奇迹了 看来 你很爱惜它嘛 这是我第一个电子宠物 麻烦您帮帮忙 这个嘛 可不好说 毕竟这东西太老了 孙小桃 你得提前 老板 如果您能把它修好 给多少钱我就同意 那我试试 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小心 这 你吓我一跳 这个螺丝很脆弱的 您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 好了 你这 我还修不修了 喂 江浩 你干嘛在意它关不关心你啊 你现在最该在意的 应该是自己会不会消失 舅舅老天爷 一定要让它修好 您一定要让江浩回来 一定要让我的电子机修好 希望老天爷给我好运 我们一定会好的 一定会好的 小桃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你回来了 对呀 我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啊 你在干嘛 我的电子机坏了 修电子机的人说 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打开 是不是它的寿命到了 这个东西能撑到现在 真不知道是要佩服厂家 还是要佩服您 好了 不准再看这个电子机了 你最近在忙什么 你好久都没有跟我心灵上的交流了 难道你一点都不想我吗 芝芝 你先把电子机还给我 你先还给我 我知道 我最近对你不好 因为我发生太多事了 我们先再来聊聊吧 其实我最近似乎感应到了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小桃 你知道吗 我最近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我的每一天都在跟我的理智和情感做拉扯 我总感觉我的生活追求 跟我在打拼的逼生事业 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小桃 你帮帮我 芝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的终身事业 就是为了加个有钱人吧 还是你懂我 那耽误了你打拼的事业 就是说明 你喜欢上了一个没有钱的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赵洁 你 你怎么知道 你今天喷了赵洁最喜欢的柚子味香水 我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还有这么浓的味道 你出门的时候至少喷了一瓶吧 我 谁说我喜欢她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呢 赵洁你来啦 赵洁 你看啊 芝芝 别傻了 我知道 阿姨一直想让你找一个有钱人 可是如果你自己喜欢 那没问题 但是你现在喜欢上了别人 就应该顺从自己的心啊 你说得那么简单 那你怎么不去跟你妈说 你根本不想继续念诗啊 小桃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桃阿姨她是一个很好强的人 没关系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也应该去向她表达自己的心意 对 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我们两姐妹 应该要过成自己想要过的日子 这样才对嘛 喂 妈 您已经睡了吧 是不是打扰到您了 没有 妈醒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跟妈说呀 妈 我想跟您说 我不想读书了 我不想做什么教授 学者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可是 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 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并不快乐 你是在怪妈妈逼你 让你不快乐是吗 您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的 妈妈跟你说 人的这一辈子 不可能一直活在幼儿园里 每个人都去哄你开心 人是要生存 要奋斗的 你现在所受的苦 都是为了铺你以后的路 妈 您知道我不是怕吃苦 只是 现在的行业确实不适合我 我在想 我或许可以找到我更喜欢的 更适合的职业呢 你自己去尝试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三年 五年 那你要是尝试了 你不合适 你不喜欢 你还能回到这条路上来吗 做学术 是一门多么稳妥的工作啊 只要你付出 我就能得到回报 妈 您听我说 我是你妈 你听我说 你要想得到快乐 你就要像你爸爸那样 有所成就了以后 你才能得到快乐 你爸爸才能够含笑九泉 我知道你大了 你有你自己的主意了 那以后 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去烦你 咱们俩就各个各的 妈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错了 好吧 你知道错就好了 妈妈知道你压力大 那你就早点睡 明天好好学习 好 妈 你挂了吧 我思选 不要疼人 终于肯把我放出来了 你这道里面有多SS 万一我出不来的话 可就 好吧 看在你这么担心我的份上 原谅你 笑什么 你还在 真好 知道我的好了吧 我就说了 我是你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遇到我 是上帝给了你一条 成功的捷径 我没事 我很高兴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不可以随意控制我 随意控制我是非常不尊重我的行为 如果你不能满足这个规定 我就不能跟你合作 好吧 了解 那等你睡觉的时候再用吧 OK 两天用一次 孙小桃 我已经很耐心地在跟你商量了 你真的以为我很想控制你吗 邓志秋 有你求我的时候 我绝不求人 更不会求你这种随意威胁别人的男人 那我们就赌一次吧 我保证 三天之内 你一定会求我 如果你输了 你的身体 就让我没所欲为了 我绝不求你 绝不 那你等着瞧 先换男主角又换女主角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是这样的赵道 这部电影呢 我们准备抢占圣诞党 所以卡斯方面 我换了更有影响力的苏远晴小姐 那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担心苏远晴小姐的荡漆问题 直到昨天晚上才最终敲定 所以 你们 跟我儿先斩后奏是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项目导演的意见无关紧要 赵氏导演 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是我不好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能跟您合作 众所周知 您在艺术电影的领域 有非常高的在意 而且获过很多国际大抢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跟您合作的原因 我想跟您合作的唯一原因是 我真的非常喜欢您的电影 您的每一部电影 我都能够倒背如流 而且至少看过三遍以上 甚至更多 过去的我 不敢奢望 可以成为您戏的女主角 那怎么 怎么这一次敢奢望了 是不是看我拍商业片了 觉得 我可以对你们女主角的要求 降低一点 导演 因为我觉得 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练 我很希望可以通过跟您的合作 得到再一次的提升 这是我为我们这部戏 写的人物小传 还有 写了几套表演模式 过去的我 有很多头衔 但是我希望从这一刻开始 站在您面前的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想踏踏实实演戏的演员 苏远青 坐吧 谢谢导演 谢谢 看见我做女主角 好像不太开心呢 如果有第二张机票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去哪儿 你不是说 你能把导演的电影 盗背如流吗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真的呢 你好像和我记忆中的 那个苏远青 不太一样了 依然 我接这个项目 完全是因为你 因为我觉得我总比一个新人 能够帮到你 就算你不想回头去看我们的感情 但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圈子里 难道 我们互不相见吗 如果你觉得我们两个 连朋友都做不了 或者我的加入给你带来 非常大的困扰 那么我愿意为了你 拒绝这个项目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么做 不公平是吗 孙小桃 没有名气 没有粉丝 你让他接这么大的项目 你觉得 可孙小桃他也为此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人只要坚持 就一定会有回报 丑小鸭也会变成天鹅 丑小鸭变天鹅 那是因为他们父母 本身就是天鹅 努力 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需要成本的东西 如果努力就能成功 那么每个人 早就成为亿万富翁了 你知道吗 小青 你变了 亦然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 这个圈子的现实 你有今天 那也不是天上雕馅饼的 那是需要人去运作的 你应该庆幸欧阳静选了你 请你珍惜 赵氏导演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跟孙远晴搭戏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提升 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式上升起 下一个礼拜真人秀就要预录了 你最好给我打起精神来 抓住这次机会 把知名度和市场再开拓一下 机会 只要你想要 随时都可以找到我的替代品吧 你说随时有些夸张了 还是需要几个月的 但是你记住 你有这个警惕性是好的 我可以塑造你 一样可以摧毁你 只要摩世在 明星常换常新的 那你再启用孙小桃也不难吧 什么意思 我答应你 我参加真人秀 但前提是孙小桃也必须参加 那你给我一个必须的理由 她原本就是赵氏导演 亲自选的女主角 我想把这个机会还给她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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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秀 是啊 现在是全网流量第一的节目 叫做 嫁给百万明星 说白了 就是在节目上 跟明星谈情说爱 现在人不都喜欢看这种东西吗 它是满足那个人 那个偷窥的欲望 上一集啊 就是跟江浩谈恋爱那个 那个 露西 露西啊 现在人气啊 忘得不得了 上节目啊 这个 都剩七位数了 和江浩 谈恋爱 这个女的我记得 品味超差 而且 还爱喝咸豆浆 那你爱喝甜的 你是不是疯了 你觉得我会喝豆浆吗 甜的我不太愿意喝 这个 如果请我喝咖啡的话 摩卡 加一份奶油 不过A的话就算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听说这一集 卡丝更大 周毅然都要上哦 我能和周毅然 上同一个节目啊 还不止这些 我告诉你 还要在节目上 跟周毅然谈恋爱 周毅然也来了 太好了 等等 为什么要加一个更字 我的天啊 我终于要带出一个 一线小花了 我 我要跟周毅然 谈恋爱 宝贝 你来了 宝贝 我想你吃我煮的面 我捡 滚回去 拜托你给我一点空间好吗 不要总闯进少女的幻想 你这位做白日梦的少女 拜托不要让我每次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浪费生命 哎 你就没有高级一点的衣服吗 我觉得挺好的啊 你说衣服穿的 跟男生一样啊 这是我的风格啊 谁说贵的就是好的 贵的不一定好 但肯定比这些好 孙小桃 好 让我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牌子货 牌子货 快点 我的家到了 爬上去吧 爬 为什么 因为仪式感很重要啊 那儿明明有门 然后也有锁 那边还有摄像头 我可不想被当做小偷好吗 要怕你自己怕 密码 密码这东西是非常私人的 怎么可能随便告诉你啊 求我控制你吧 这可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 不是生日日期 不是手机号码 更不是我喜欢女人的三维 你怎么知道的 一二三五八七 没想到你真的这么自恋 竟然用自己的名字 大写字母做密码 怎么样 可是 在自己家客厅 放自己这么大的照片 也太浮夸了吧 你不觉得很帅吗 我可是邀请国际造型团队 帮我定制的 为什么这儿有辆车呀 你们家没有车库吗 因为好看啊 你会骑 不会 那为什么买它啊 因为发动机 的声音很好听 所以我就买了 好看啊 你要这么多奖杯 也太受欢迎了吧 有一个放散了 放回去 别动 很可疑哦 你要是认输我就放回去 而且我也不问你了 女人 不要 试图 激怒 我 你是谁啊 嗯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她 不是那个大人物吗 经常出现在 财经新闻里面的 那个金茂春 她为什么会在你家呀 把她赶走 这里不欢迎她 我怎么赶走她 这又不是我家 总不能说江浩本人就在这里 只是您看不见吧 那样的话 可能不只是报警 还要找精神病院了 那你求我啊 要不然你会因为 擅闯明宅 蹲监牢的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没电 我还不知道这人是谁呢 给我十分钟 让我给我撕一篇小作文 你是江浩的情人吧 还可以这样啊 这是五十万 五十万 怎么 这熟悉的桥端 就这样发生在自己身上 还真有点小兴奋呢 你不会跟我说 你们是真爱 所以必须在后面加个零吧 也不小心身家过百万了 如果这后面可以加个零的话 我们可以是真爱 这五十万的支票 是你唯一能获得的 如果我能听到任何有关江浩的事情 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最后就问您一句话 你问吧 那东西 得怎么用啊 我去银行 我去银行自己拆 我去银行自己拆 这一年了 你有没有觉得 电子机最近的电量用得很快啊 对了 金茂春是你什么人啊 亲人 仇人 投资人 还给我支票让我走 连生活都这么抓嘛 可以挠不住一部神奇的大戏 你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可别想让我还回去啊 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就当你的房租了行不行 这点钱算什么 如果是我 我会坑他五千万 再把它踢出去 看来你也不想说 那我们回家吧 不 你先陪我去一个地方 哦 马上给我查清楚 教号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是 他 他 他是我第一个粉丝 你不是说那个故事是骗人的吗 好 好了 该睡觉了 可是 故事还没完呢 乖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好 万一 万一明天他死了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让他死 不会的 我不能让他死 阿姨 您放心他不会死的 好 明天早上的时候 就看到他好好地活着了 是是是真的 真的 只要您乖乖睡觉 我 只要我乖乖乖地睡觉 只要我乖乖地睡觉 我明天就能看到他了 我乖乖睡觉 明天就能看到他了 我 难过的话 就别硬撑着了 谁说难过了 你张仪啊 给你介绍了一个 Dragon集团的二公子 你听啊 Dragon Dragon 你听啊 就是一个大公司 是一个国际上市的大公司 后天 后天啊 我帮你约在了酒吧里 捣吃捣吃 打扮漂亮点 我又不会喝酒 酒喝起来 不都是一个味吗 闺女 你是傻 我让你到酒吧里 是喝酒的吗 不是给你俩创造机会 多交流 多沟通吗 你是跟小桃住一块啊 别跟他一样 学成个书呆子 再说了 你这个古板的桃阿姨 能教出什么会走捷径的好孩子 妈 你说你闺蜜坏话就算了 干嘛说我闺蜜坏话 我说的是事实 而且 妈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你有喜欢的人了 那那个人有没有跟你说他喜欢你 应该 应该 就 就快了吧 应该就快了 什么叫应该就快了 那就说明人家不喜欢你闺女 妈是过来人 你可别像妈一样年轻的时候犯啥 那条路很辛苦的 爱情是会消散的 持有把钱抓到自己手里 那才是硬道理 明白 转过来 转过来 发型 不行啊 不好看吗 不好看 妈现在领你去美发店 给你做一个全新的发型 骂保证 让那个二公子 还对你一见钟情 小棠 你看我的新发型 漂亮不漂亮 漂亮不漂亮 漂亮 我就说嘛 我妈说啊 那些能嫁给王子的 高富帅的 都是做这种发型的 你妈妈是看的 专属于六十年代 嫁给豪门的发型吧 小棠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头发 不好看 是 有那么一点 不太 适合你 我明天就去拉直 芝芝 你别不开心了 快都快落直了 你就是世界上 贝美的芝芝啦 芝芝 江浩 我想要跟你敞开心扉的聊一聊 你要聊什么 我们现在共用一个身体 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 不想告诉我 可是这样子我们两个人 就会不信任 这样的关系 停留在这儿 你觉得对整个事情 有帮助吗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你一直让我接近周一燃 到底是为什么 他虽然跟你是竞争对手 可是他不会害你的 我就知道不能告诉你 他什么时候变成我的竞争对手了 他只不过是 被我丢弃的助理 助理 我们家周一燃 可是在日本出道的练习生好吗 那是欧阳靖帮他设定的 为了骗你们这些小妹妹 他还没出道之前叫做周小明 在国内当练习生的时候 根本就没法出道 穷得要死 后来跑来当我的助理 没想到欧阳靖 竟然为了跟我赌气 把他捧成一个小声 这简直 就是打开了金手指 我们家周一燃 果然是过着主角人生的人 果然不能告诉你这种脑残粉 我怀疑他的事情 孙小桃 我帮你接近他 是为了完成你的心愿 我先释放出善意呢 是希望你可以帮我找出真相 这种人情事故 不需要我教你吧 对不起啊 是我误会你了 没想到你一心都是为了我着想 不过 你也有小小的误会 我想见周一燃 是因为 有一个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约定 什么约定 都说了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刚刚是谁说的要互相信任 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故事了 或许只是我的一个梦 还每天胡思乱想 把自己都骗了 没关系 你照着的话去做 现在你们没故事 之后一定会有故事 怎么做 你手上不是有五十万吗 那五十万是我的 我不可能还回去 我又不是叫你还 我是要教你怎么用 既然您是江浩先生介绍来的 那么您可以享受我们的一个VIP折扣 以上一系列服务盛会是四十九点八万 四十九点八万 明天见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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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我破产免灾吧 我得赶紧去 去哪儿 赶紧去练我明天的开场白啊 我花了这么多钱 这事可不能砸在我身上 你练习也没用啊 反正明天要面试 你还是得靠我 因为这对事与症的你来说 绝对是剑 运动不可能 不行 我想像你一样 你这么怕水 都能完成在水下的拍摄 我也可以的 嗯 你怎么跟我比啊 我可是 偶像 和实力结合的男明星 你啊 连个配音演员都称不上吧 嗯 是吗 你是说谁 称不上啊 称得上 称得上 什么 既然称得上 那你就得加油 大话放成这样 到时候搞砸了 就会丢脸 那可是拍摄现场 不是录音棚 对了 我要是把拍摄现场 变成录音棚怎么样 录音棚 嗯 大家好 我叫孙小桃 今年二十三岁 很高兴能够来到 嫁给百万明星 我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我只是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 站在聚光灯下的路人 我来参加选拔 是因为我想要站在他面前 大声地向他告白 我想嫁给的百万明星 只有一个人 周 亦 然 好 好 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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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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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我的白日梦也没白做吧 只要我想像是在录音棚里 看不见这些人 那我的失语症就得救了 那以后更没有机会可以帮到你了 你当然帮到我了 谢谢你鼓励我帮助我 所以 爱你啊 爱 你这个词也太严重了吧 也是 有那么多人爱我 也不差你一个 真的谢谢你 你不愧是 影坛长青树 最受欢迎南星 你 把长青树三个字收回去 我觉得 我到时候一定能成 收回去 收回去 把长青树三个字收回去吧 拜托了 收回去吧 收回去 拜托了